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啊 可是呢 很多人只愿意谈恋爱 不愿意结婚 原因很简单 有一句俗话说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但是如果没有婚姻呢 爱情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这只是一个笑谈 但是确实 恋爱和婚姻 有的时候是两回事 如果你有爱 步入婚姻的殿堂 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在婚姻中 如何保持爱 则是很多年轻人 不懂得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的女嘉宾 小元 她就碰到了 令她苦恼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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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keeps you up and high 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 We were built to drive I think that we've already known Oh yeah I think that we've already known Sick a dinner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're calling them run 你好 欢迎你 这是我的资料 来请坐 谢谢 哪年结的婚 就是在今年 2013年9月27日登记 你碰到什么问题了 新婚燕儿 我觉得我老公不是很爱我 从婚前就一直是这样 结了婚现在表现得更加的明显 就从一开始吧 我们俩这两年的时间内 加起来都没见过超过20面 谈恋爱谈了两年是吧 对 是自由恋爱的吗 当时是亲戚介绍的 我们都是天津人 但是他在北京工作 我在天津工作 按理说其实每周都可以回来的 但是他总说他工作很忙 你忙的话我可以去找你 他不让我去 就算我们结婚了 至今为止 我都没去那找过他玩 而且最初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的冷 可能一开始 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慢热 慢慢的就会好了 但是后来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